装置N100低功耗CPU的小主机 我们已经测试过很多台了 但是这台特殊的N100 打动我的地方是 它无以伦比的超小体积 特别是它的厚度 142x61x21 只有0.18升的体积 只有2厘米的厚度 可以说它相比一台手机 也就大了那么一丢丢 这才是正正能装入口袋的迷你电脑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英特尔低功耗CPUN100的 超小低功耗迷你主机 晃5N100 这台超级细小的迷你电脑 十分独特 不过 只要它是一台小主机 我们仍然要关心 性能 散热 静音 接口 这几个方面的表现 当然不同的朋友对这些表现的关心程度是不同的 您最看重小主机表现的哪方面呢 幻虎小主机 它装置了英特尔N100低功耗CPU 适合四线程 24EU的英特尔UHD核显 12G版转 12G版载LPDDR5内程 DZ3.0 NVMe X2的接口 双屏显示输出 千兆网卡 加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 主机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缆 挂绳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耳机转接线 Type-C充电线 这块电源是PD电源最高30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塑料机身实在是太小了 挂绳是确实有用的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三个USB3.2A口 左侧面板 双HDMI2.0接口 右侧面板 USB-C电源接口 千兆网口 音频接口 整个后面板都是风扇出风口 取下4颗底部螺丝 从这里撬开 看看内部接口 内程式板载的 2280的PCIe 3.0 NVMe SSD 这里可以看见板载无线网卡 BIOS里我们能看到P-L1设置的是10瓦 P-L2是15瓦 C-Stats是Enable 稳定性是我们最惯性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监持了60秒的11瓦 然后稳定在10瓦 整机功耗24到23瓦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8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24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0瓦 CPU温度最高94度 SSD温度保持在40度 CPU-Z多线程1305.6 单线程382.9 和我们测试过的多款N100小主机相比 成绩是差不多的 CPU-Z多核2934 单核1015 竟然进入第一梯队了 CPU-Z多核3292 单核1237 不错 还是排列在前 CPU-Z多核2887 单核930 多核成绩也不错 PASMARK多线程6168 单线程2064 跑上了6000分 非常不错的成绩 综合上面的比较 换虎N100 在所有的N100产品中 性能都算是很好的 没想到这么小的体积 性能发挥却也不弱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459770 CPU得分479403 我们还给N100运行OpenW测试 AES547440 XX20 291042 CPU-Z10126 CPU-Z超过了10万分 很好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最低45帧左右 也能玩吧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英特尔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PCIe 3.0 NVMe X2 1700多兆B 就是X2的速度 WiFi测试 英特尔AX201 WiFi6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多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水平 这台幻虎小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N100CPU 10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30W 待机最高功耗才8.6W 按这个结果 30W的PD小电源能够搞定 时温2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56度 SSD待机温度40度 FPU单烤的噪声 接近57分贝 收回在耳边43分贝 待机噪声38分贝左右 耳边33分贝 播放YouTuber视频 42分贝 耳边34分贝 换虎N100小主机 10W的功耗释放 性能发挥出乎我的意料 算是非常不错的 我原以为这么小的机器 可能会性能不突出 没想到它还跑在了所有N100的前列 精英也不错 待机和稳定播放视频的时候 不吵 而且待机功耗很低 这一点值得夸奖 缺点 就是只有一个牵在网口 可能会导致用途受限 它如果作为一台移动HTPC 那是非常合适的 总结一下 换虎N100 以畜厂10W的性能释放 性能表现 却在N100小主机中 排在前列 散热和静音稳定 接口方面稍微差一点 但是它只有0.18升的体积 性能不俗啊 静音稳定 是一台真正的口袋迷离电脑 喜欢移动HTPC的朋友 别错过它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